靜头前高喊胜利口号挥舞旗帜 他们是车臣部队 站在残破不堪的市政大楼前高调拍片 庆祝占领乌东城镇利息昌斯克 根据车臣共和国首脑释出的画面 当车队穿梭市区还有居民鼓掌欢迎 甚至还有居民手拿红旗机动拥抱车臣战事 这段画面曝光意味着利息昌斯克已经沦陷 只是面对俄罗斯的胜利宣言 乌克兰起初还不愿承认 毕竟利息昌斯克是乌军在卢干斯克州的最后据点 这一册等于也拱手让出卢干斯克州 对莫斯克而言是清乌战争的重要里程碑 但乌克兰总统还没放弃 在俄军宣称夺下利息昌斯克前 英国媒体就已经看出当地情势岌岌可危 即使在避难所内还是能听见 轰隆巨响市中心四分之三都没了 双子城接连失守 卢干斯克州将落入俄军手中 接下来俄军继续集中兵力 攻打顿巴斯的另外半壁江山 顿内刺客州 俄军坦克横冲直撞 狂轰乌克兰武装部队阵地 多角度的攻击画面 显然俄罗斯要乘胜追击 想拿下顿内刺客州的巴克马特 民宅几乎全毁 有公寓大楼被炸出大洞 这名大兵手拿的就是来自瑞典的新武器 卡尔古斯塔夫无后座力炮 靠他摧毁俄军坦克 德国先进的自走榴弹炮 也在乌东战场出现 另外 波兰援助的榴弹炮也加入前线 乌军炸毁了俄罗斯在乌东的军火库 窜出浓烟烈焰 只是尽管有西方现代武器加持 现阶段双方战力还是差太多 这些乌克兰战士只能躲在森林里打游击保持机动性 提高生存机会 死守盾内刺客的乌军只能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 迎接新一轮的血腥苦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